那这里加REF它才会传回来嘛 如果你不加这个REF呢 你会发现我C怎么改都没用 它C都还是原来的词 对不对 这种加了REF就变成传参照的方式 如果没有加REF就传词 传词的意思是什么呢 传词的意思是说当我呼叫它的时候 我会把那个变数复制一份丢给C 然后呢 回来的时候呢 它不会再复制回去 它只是复制一份丢给C 所以你改到的是那根复制品 而不是原品 那所以像这里有没有 我在这边写ADD35C的时候 如果我今天没有加REF 没有加REF的情况就是说传词 传词所以我一开始C设个0的话 那我现在C还是5 执行完还是5还是0 但是刚刚的同学问题是说 我一样是矩阵 我也一样做加法或者承拔 那为什么我那个C不需要宣告REF 它就会传出来 问题就在于矩阵这个东西 它的预设传法呢 就是就是它的预设传法是说 像这种复杂物件 复杂物件或结构啊 或复杂物件或者是矩阵啊 这种东西就是你改变它的内容的时候呢 它这种是会传回来的 因为你并没有动到它的指标 或者是说它的残障 比如它物件的那个那个路口顶 你没有动到它 所以呢 你只是修改内容的话 它整个物件是是会被改变的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举个例子 你执行之后 你希望说把这个物件 变成另外一个物件 这时候你就得加REF 否则的话呢 它是不会讲的 那我这样讲 各位可能还是不会很清楚啦 但是稍微了解一下 稍微了解一下 未来你越来越闲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说哦这里 这里的概念 我之前可能讲过 那各位就会比较清楚 那举个例子好了 如果你今天有两个矩阵 我想把它SWAB换过来 那一个方法是 我把其中的每一个元素都换过来 另外一个方法是 我直接把两个矩阵对换 如果你直接把两个矩阵对换 你还是得加REF 但如果你只是 要把其中的内容 一个一个换过来 就不用加REF 那这个 这个讲的现在大家 要理解比较不容易 但是至少你有概念说 我讲过以后碰到的时候 就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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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